但是呢,如果南方人路过说,啊,这个你们也吃,你们不用煮一下吗,不用把它做熟吗,我们说当然可以吃啊,特别好吃,所以很多人就开玩笑说,北方人说你可以吃整个什么,绿化带是吧,绿化带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那个路的两边有那个绿的树啊, 那叫绿化带,所以说如果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绿化带都摘下来吃,什么都可以吃。 人气的女孩,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南北差异,这个主题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很久了,但是因为前面有太多的主题聊了,所以就一直挪到了今天。 然后我想了一下,就是南北差异,我们可以大概分几个点去说,比如说饮食的差异,就是饮食就是吃的,饮就是喝的,食就是吃的,就是吃喝的差异,饮食差异。 然后还有生活习惯的差异,还有还有什么,温度的差异。 温度的差异。 温度的差异。 温度可以。 还有什么? 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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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生活上面的差异,对吧? 对对对。 性格,也是生活上的差异。 对对对对,性格差异。 那就这四个,就是饮食,生活习惯,性格,婚嫁。 性格不算了,性格你看安不是像南方女孩吗? 她是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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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 你看,证明了这个性格差异,其实总体来说还是很明显。 不能说每个人都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明显的差异。 所以南方的个儿是心肌个儿。 心肌个儿。 心肌个儿这个词。 我给你说,你得罪了一帮南方的女生。 不是。 哎呀,是不是心肌个儿。 你看她是不是心肌个儿。 你看她一下就把这个矛盾上升到整个南方。 本来我就说是她,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代表。 回头看回放,你说的是南方女生,你说的不是。 对呀,我说是你啊。 你,你,就是你,你是典型的呀。 所以,南方的个儿是心肌个儿。 我在看这样。 典型。 眼型就代表我代表了南方的女生,对不对? 看着没,看,开始咬文嚼字。 哈哈哈哈。 你这个知识点真的有点多,咬文嚼字又出来了。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又过了半个小时进入主题。 解释啥,大家就可以通过这种语境,这种氛围就能知道。 大家觉得我们在吵架。 那我们就先说,先可以最直接看到的这小兔刚刚说的温度的差异。 嗯,嗯。 你高一点。 什么火高? 你高一点。 我在南方。 对,嗯。 我在广州,广州南方,现在是多少度呢? 给大家看一下温度。 现在是27度。 27度。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杭州的温度。 看今天28。 等一下,我们把它一起结个图。 结个图吗? 一起结个图来,手机。 你上海拿出来。 哎,我这咋看不出来呢? 上海19度。 哎,上海算南方吗?不算南方吗? 中部嘛,都是中部。 你们都算中部。 看到了吧? 现在北方是多少度呢? 北方,我们的老家。 来,我给你看我老家多少度。 你看北京9度。 9度。 北京。 看你老家。 北京在华北地区。 这个是我的老家,奇迹哈尔。 更北一点,2度。 哦,是在下雪吗?还是下雨。 下雪了。 下雪了。 就像我们老家,吉林。 哎,哪儿去了? 吉林6度。 哦。 北方,这就是北方。 嗯。 晚上是-1度。 嗯。 所以,南方和北方最多刚差了20多度。 在冬天差得很大。 嗯。 南方现在还是夏天。 嗯。 北方已经很早就到了冬天了。 嗯。 然后,这个小兔呢,虽然生活在中部。 但是呢,她仍然像生活在北方。 哈哈哈哈。 你看她穿的衣服就知道了。 哈哈。 我是中部人穿的衣服。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是三个地方。 所以想多说有点热。 哈哈哈哈。 因为她皮厚。 哈哈哈哈。 啊。 皮薄的人用外衣来预寒。 嗯,嗯,嗯。 皮厚,皮厚。 南方和北方就是饮食,吃的喝的有什么差异吗? 你们知道的。 Amber应该体会更深。 因为你出生在北方的人现在住在南方。 小兔其实也算。 我是出生在南方,然后生活在南方。 啊。 嗯。 因为我是,我是出生在很北, 然后呢,现在在很南。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我在北方的时候真的是, 没有那么特别特别注重, 就是你吃的是不是很健康。 很健康。 就是比较,那个叫重口味。 就是你比如说, 吃饭的时候放很多盐。 盐放的多一点。 至少我家是这样的。 放盐呀,还有放油,都多一点。 所以那个叫重口味。 但是到南方来呢, 他们就说,啊, 也不要放很多很多那些东西, 对身体不好。 然后呢,就吃的很健康。 然后, 他们想吃那个东西, 原来的味道。 原来的味道。 所以它的口味很清淡。 清淡。 嗯。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还有, 我在北方的时候, 我是特别喜欢吃辣的。 所以, 我到这边, 特别是在广州, 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是不吃辣的。 嗯。 所以我就, 到现在我也不是很喜欢, 王州的饮食。 王州的饮食。 因为我就, 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胃口, 改不了, 就很难改。 因为我是走北方人, 所以我的胃, 我的胃就是放东西, 放东西的那个地方。 胃。 所以我的胃, 放食物的是吗? 身体里放, 储存食物, 放食物的地方。 就是身体里放食物的地方。 所以我的胃, 也一直就是北方的胃。 嗯。 所以我到南方来, 我还是喜欢吃北方的那些吃的。 嗯。 喜欢吃辣的。 嗯。 我都没想到, 就是南方和北方, 还有重口味跟清淡的差别。 但是广州确实是, 就是吃的特别清淡, 可能比江浙还要清淡, 而且特别注重营养。 对。 他们特别喜欢喝什么, 喝早茶, 然后,嗯。 煲汤。 煲汤,对。 特别注重营。 这个汤, 比如说广州煲汤, 它是煲什么汤呢? 它的煲汤要煲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以上。 然后它那个放那个什么, 很多肉啊, 还有什么, 玉米啊, 很多一起煲。 然后所以它煲了这个汤, 煲了很长时间, 很有营养。 但是在北方, 我们什么汤呢? 就是几分钟, 就放一点鸡蛋, 放一个西红柿混一下, 就OK了。 西红柿蛋汤。 对。 所以北方那个汤都不能叫煲汤, 它就是做一个汤, 就很快的几分钟。 可能你吃饭的时候, 吃的太干了, 别吃饭别喝点汤, 是这个作用。 但是难道人家就是要很营养, 很健康。 所以它那个煲就是一定要时间很长, 一两个小时才能算煲汤, 对不对。 就是把里面那个营养, 你又吃食饭, 把那个营养都煮出来。 但是所以我自己在广州, 听他们说是煲汤是挺容易的, 你就把那些东西放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我一想, 一个多小时太长了, 我从来没有自己煲过汤。 在广州从来没有。 所以我还是一个北方人的想法, 和北方人的习惯。 小兔呢? 你有什么感受? 是量大量少的问题啊, 到饭店你点菜。 对。 你自己也知道。 对,比如说我之前到北方出差, 然后因为在上海, 尤其是上海它的菜特别精致, 就是一份的话, 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吃。 然后到了北方,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 正常的话, 在上海起码要点四五个菜吧。 然后到了那边, 其实你发现你点一个菜到两个菜, 就够吃了。 然后就都很浪费。 北方都是一大盘。 特别实在。 北方不是喜欢吃饺子吗? 北方的饺子是不是, 是论两, 两称的是吧? 就是, 它不是说一碗, 说多少个, 是多少斤, 还是多少两去卖的。 在北方很少买饺子, 一般都自己包饺子。 对啊。 结果我到饭店去吃。 谁买饺子。 所以这个我们没有体验, 没有。 我们都自己家包。 刚才说那个盘子的, 因为我以前在北方, 我没来过南方的时候, 我就没有感觉不知道, 但是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以后, 然后呢, 在过年的时候回家, 然后我自己都觉得太惊讶了, 就是因为你已经习惯南方了, 这么小了, 一回家, 这么多, 北方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这也就是, 所以这也跟北方人的性格有关系, 对吗? 就是很好爽。 就是比如说我, 我上个菜, 我做个饭, 就是要很大一分, 然后那北方人的性格也是特别豪爽的。 所以比较大大咧咧的。 所以北方人在家里经常吃剩菜, 剩菜。 就是自己在家里也是的。 比如说, 南方就是我今天吃多少, 我就做多少, 就是吃完了。 OK, 下一顿饭再吃新的, 做新的。 但是在我家, 就是有的时候, 哎, 这次做了很多, 没吃完, 下次再吃昨天的剩菜。 就是这样。 但是每次都不吸取这个教训, 就是每次还是要多做, 还是要继续吃剩菜。 而且如果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你也要做很多, 虽然可能比如说我们三个, 你们两个来我家, 可能我们三个菜就够了, 但是我要给你做六个菜, 八个菜, 让你也有肉, 也有这个, 要做很多, 要让你觉得, 我是很热情的招待你, 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 你们走了, 我就吃剩菜。 过年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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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三十二晚上做一顿, 然后能吃好几天。 能吃一个礼拜是吗? 把春节七天都吃了。 对, 好多。 还有我想到, 就是北方的时候吃那个蔬菜, 比如说生菜啊, 还有白菜啊, 这些都可以生吃。 这个是, 就是那个叫蘸酱菜, 就是你拿这些蔬菜, 还有那个大葱, 到时候你要放一个土, 那个大葱, 蘸酱,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我觉得这个蘸酱菜, 我就觉得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在南方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吃, 但是我自己不想吃, 我就和家人在一起的会吃。 但是呢, 如果南方人路过说, 啊, 这个你们也吃, 你们不用煮一下吗? 不用把它做熟吗? 我们说, 当然可以吃, 特别好吃。 所以很多人就开玩笑说, 北方人说你可以吃整个, 叫什么? 绿化带, 是吗? 绿化带就是, 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那个路的两边, 有那个绿的树啊, 草啊, 那个叫绿化带。 所以说, 如果你在路上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绿化带, 都摘下来吃。 什么都可以吃。 嗯, 生的直接吃。 太好吃了, 那个叫大葱蘸大酱。 我以为你说绿化带, 太好吃了。 就是看, 但是真的很好吃, 蘸酱菜。 蘸酱好吃, 还是菜好吃? 一起好吃。 蘸酱好吃, 蘸酱才好吃, 不蘸酱就, 没有了, 就不好吃。 嗯, 我之前看我室友也是的。 嗯, 他是北方人。 嗯, 对, 之前的室友, 是北方人, 是山东的。 也算北方。 哎呀, 太好吃了, 我都想念我想回家了。 哈哈哈哈。 蘸酱菜。 嗯, 待会儿给自己加个餐, 加个蘸酱。 嘿嘿嘿, 好。 嗯。 我还想到那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南北差异, 但是是, 嗯, 中国不同地方会有差异的。 就是, 比如说, 什么, 嗯, 豆花, 豆腦, 是甜的还是咸的。 啊。 嗯, 你们吃甜的还是咸的? 咸的。 咸的。 哦, 那太好了, 我也吃咸的。 但是是什么地方吃甜的? 安徽。 是只有安徽吃甜的吗? 热酱。 在广州也是, 广州他们叫, 那个叫, 叫什么, 豆腐花, 还是什么。 但是我本来也不喜欢吃甜的, 我也, 好像我也不喜欢吃豆腐, 所以我没吃。 嗯。 哈哈哈。 我喜欢吃咸的, 我吃不惯甜的。 但是, 豆浆, 但是豆浆也有甜的咸。 啊? 豆浆是喝甜的。 对, 我也喝甜的, 北方也喝甜的吗? 废话。 诶, 那是哪里喝咸的? 但是, 因为我在有一些店里喝到的是咸的, 但是后来我, 我尝试了一下, 其实咸的味道也还可以。 我没喝过咸的豆浆诶。 粽子? 不好。 哈哈哈。 那咸的豆浆是哪里有啊? 没喝过, 没听过。 所以这个果然不是南北的差异。 粽子呢? 粽子? 粽子甜的, 咸的都有。 甜的。 必须是甜的。 在北方是没有, 北方就是甜的, 然后但是到这边什么都有, 甜的, 咸的。 对, 就是有肉粽, 就是咸的。 嗯。 不能接受。 所以你都不吃肉粽。 挺好吃的, 现在可以觉得挺好吃的。 是。 刚开始来说, 啊,好奇怪啊, 这个还有肉, 还有咸的。 还有那个粥, 还有那个粥, 南方喜欢做菜粥, 在北方不可能。 只有。 只会放糖。 对,只会放糖。 就白粥。 白粥。 对吧, 你白粥你把菜搅和里边, 我的天哪。 南方菜粥就是有的时候不仅放菜, 也会放肉, 放排骨。 对啊, 不能接受。 什么都可以放。 所以, 喝粥要, 要喝甜粥。 就是, 里边可以放糖。 但是呢, 你喝粥, 你可以就着咸菜吃。 但是你不能说, 把咸菜搅和到粥里。 北方人的坚持。 对。 我吃要这么做, 我吃要这么吃。 对。 所以不吃咸粥。 嗯。 好的, 以后不给你做咸粥, 只给你做甜粥。 以后那个咸的粽子, 我都帮你吃了。 要是, 如果你们学校发什么, 那个肉粽啦, 你就全部寄给我。 我帮你吃。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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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轮不到你。 哈哈哈哈。 就是, 一发, 学校一发粽子, 然后同事之间就开始换。 他们就把甜粽子给我, 我就把那个肉粽子给他们。 哦, 都知道。 对。 嗯。 他们也不吃甜的。 嗯。 他们吃咸的。 嗯。 所以都已经换走了, 就是, 刚发下来那一瞬间, 就都被换走了。 好吧, 我知道了, 我不要了。 哈哈哈哈。 心机构失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被发现了。 哎呀。 那饮食上面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 我就, 我特别想说买菜的这个。 啊, 对, 买菜的。 什么? 买菜, 就是在北方的时候, 一次买很多很多嘛, 比如说一斤, 两斤。 但是我来这之后, 我就发现有一次我去买。 第一, 今天是底线。 哈哈哈哈。 对, 然后我来这之后, 我就买那个, 我都已经来好几年以后了, 但是我有一次还是不习惯, 我去的时候, 我说, 我可以买一个土豆吗? 然后他说, 当然可以了。 还可以。 我还不好意思, 我觉得它是不是太少了。 然后呢, 比如说买那个葱, 就是买一根两根葱。 我每方葱都是送的好吗? 对, 你买一堆菜, 然后人家装一把葱送给你。 我就觉得挺不好, 很不好意思, 刚开始觉得不好意思买这么少。 后来你发现, 比如说你买那些什么肉啊, 它还帮你切, 都帮你切得非常好。 虽然你买一点点, 它也帮你做得都很好。 嗯。 哦。 在北方, 比如说买西瓜, 你肯定买一个, 一整个呀, 你不可能买一半啊, 或者买, 买, 买一, 一, 一鸭。 然后, 在南方, 它不但给你切成一半, 切成一鸭, 还给你, 削出来。 一鸭是什么? 就是, 一块。 一块。 我也不知道一鸭是什么。 它自己发明的。 没有这个词, 我没听过。 我没在北方买过菜, 啊。 我没在北方买过菜, 所以我都不知道, 还有这个差别。 像在南方确实是啊, 就是, 我要几个土豆, 我要几个西红柿, 我就拿几个, 然后你帮我撑, 就是它是一斤, 还是半斤, 还是三两这样。 不会是说, 我要两斤西红柿, 然后你帮我撑大概的有几个。 我觉得可能, 因为可能在, 一个就是跟刚才说的, 在北方呢, 行为一次做饭就做很多, 南方呢, 就是吃多少, 做多少。 对。 再加上可能北方, 那种打工的人, 像我们工作的人, 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比如说你看, 我们, 我自己就是来到南方, 那我就自己一个人生活, 我一个人做饭, 就是我不是一家人, 所以我就也吃不了那么多, 所以就可能买一点点。 哦, 那我们家, 我们家虽然有人丁兴旺, 就是有好多人, 但是每次买的话, 也不会买太多, 就是会, 我今天或者最多, 嗯, 两三天做的, 买这个量就可以了, 而且就是不会, 如果说我是买了两三天的这个菜, 我不会一次给它做完, 我会分, 我今天, 我就今天就做一盘, 就可以了。 嗯, 买菜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 就, 南方论个儿买, 北方论金买。 对。 是。 南方鸡蛋都可以买, 一个两个。 对。 不可思议。 怎么可以呢? 我在, 我在那个, 在超市, 我动不动就买五个鸡蛋, 就每次五个鸡蛋, 或者是三个鸡蛋。 那, 再加至少是五斤打底啊。 那不会放坏吗? 它也不会。 放冰箱里怎么会坏? 嗯, 那我, 我会有这个, 就是南方人会有这个担心, 不会放坏吗? 我吃多少个东西。 还有说南北差异的问题, 就比如说, 就你所谓的放坏的问题。 我们温度没有那么高。 谢谢。 哦, 对对对。 嗯, 是是。 然后还有那个面, 还有那个面, 买的面, 在北方, 就是, 不会存在那个面长虫子的问题。 南方这个稍微, 就是, 空气潮湿一下, 那个面很快就长虫子了。 嗯, 是, 米和面都会。 所以我, 如果我是买一袋, 如果我在超市买一袋米的话, 那个可能是, 嗯, 10公斤装的, 就是20斤。 然后, 我一个人就吃不了多少吗? 可能我要吃好多个月。 然后, 这就, 我可能就吃了一小半, 然后, 剩下就坏了。 嗯, 那东北不可能。 嗯, 所以买那个面, 我现在买, 买, 买那个, 米, 都是一斤装。 啊, 不是, 一公斤装。 还有, 还有这么小装的吗? 有的呀, 有的呀。 哦, 不是, 不是一公斤, 就是一斤装, 500克装。 就买那么大点, 然后, 13顿, 13顿就可以, 三, 不会, 不过对我来说, 要吃五顿。 就凡是吃一个星期。 啊, 不, 我一星期只做一次。 哈哈哈, 哎呀, 我那个, 因为不怎么做饭嘛, 然后那个我在超市买那个, 买, 买米, 然后不就买一袋吗? 然后那个人就说, 你这一顿不就没了吗? 我说, 不不不不, 这个能够我吃好几个月的。 哈哈哈, 然后我买那个, 买买买买买油嘛, 他现在油不都是大瓶的, 然后小瓶的, 要么是赠送, 买大赠小, 他不会单卖。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只有那个橄榄油是, 有小瓶的, 不大地儿的那个小瓶。 对。 然后我就买那个橄榄油, 然后他说, 你这橄榄油一两顿不就倒霉了吧? 哈哈哈, 我说, 不不不不, 都够我吃好久。 后来, 后来事实证明, 我吃了一年。 哈哈哈, 可见你有多少做饭? 不怎么做。 然后那个, 我那个面, 就这学期回来, 就是十一我不是在这儿吗? 我现在, 我做一顿, 自己包一顿那个饺子吃, 然后我就把那个面, 就拿出来, 那个面我确实好久没动了, 可能有半年, 至少半年没动了, 全是虫子。 哈哈哈, 不要啊, 艾芬你这个反应。 哈哈哈, 不是, 不是那种大虫子, 不是那种肉虫子, 肉虫子是那个, 肉虫子是它完全那个, 就是炒掉了它, 它是有那种肉虫子, 我封装的很好, 其实我封装的很好, 很密实, 它长的是那种, 其实, 小黑虫。 不是黑虫, 就很小很小, 不大点, 都感觉不到一毫米那么大的。 它不能动, 它不是动的, 不能动的。 动的, 就是很小的。 哦, 说看来那种虫子是什么虫子。 哦, 我知道。 就是有时候, 就比如说你家里的书, 放了很久之后, 就是, 受潮了, 会长那种很小很小, 不大点的那种小虫子, 知道吗? 嗯, 就是受潮了的那种虫子。 有点像小蛀虫。 可能吧, 它也不住, 就是因为受潮, 然后, 别说了, 我感觉安波要受不了了。 哈哈哈, 那我的这个米, 我都是买那个五公斤的很大的米, 但我是不是要看看里面有没有啊, 我是不是要仔细看看呀? 嗯, 不是, 你桃米的时候就能看到, 如果它, 你桃米的时候看到有那种很小细碎的, 那说明长虫了。 它浮上来的那种。 那好像没有, 因为我是经常, 我现在经常做, 我经常做, 我像小兔, 一年做一次。 很好, 小兔已经那个, 非常适应南方生活了, 这个。 嗯, 对, 我买东西都是买一, 买, 买, 买白菜买一颗, 一小颗。 嗯, 我都是买一小颗。 嗯, 生菜也是。 好, 那那个下一part, 就是不是, 就是还有啥, 就是南北人的性格差异。 嗯, 对, 就我和安波典型的北方人。 嗯, 能看出来吗? 这个比, 比较外相。 嗯, 然后这个, 嗯, 下面那个。 嗯, 不是内脸, 是心机格。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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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妈, 得罪了南方人, 我就跟你说, 你把南方人都得罪了。 得罪你呀, 南方人谁看呢真的是,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南方人就是比较 这个内敛 比较含蓄 你这俩词挺高级的 所以北方人容易打架吵架 是吗 对 北方人能动手绝不抄抄 对对对 能动手就不动嘴 对 对 所以 Jerry你要小心 我下次接你就一顿胖揍 我直播胖揍你 可以可以 南方人可能最多就吵架 有的时候可能都不吵架 会生闷气 就是不开心 然后就心里不开心 人也不吵 对 这个就想到之前 我跟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他也是北方人 我们都从哈尔比尼来这块 然后呢 来着工作之后 他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说 嗯 我不想在广州了 我想回去 因为他不喜欢广 这个是不是会得罪很多人啊 他说 没事 你说到时候 剪不剪再说 我喜欢广州的男生 男生 就是因为 可能北方的人 男生女生都比较敞亮 敞亮就是 我想说想什么 我就说什么 然后呢 我就说 我很喜欢你 或者怎么样 但是南方的人呢 就是可能男生女生都是 都是不是很喜欢表达 不是很直接 不是很直接 嗯 对 不是很直接 然后我 这个用那个词就是敞亮 不是很敞亮 我也非常非常明显有那种感觉 嗯 但是呢 他就觉得不行 我必须要找北方人的那种性格 那种敞亮的性格 所以呢 可能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但是可能北方人这样的人更多 南方呢 就是这样的人更少一点 有很长一段时间 也没有喜欢的男 男方的男生 对 但是 好像时间长了 现在都已经 14年 都已经8年了 8年以后 我才一点点觉得 也挺好的 就是都有自己的优点 比如说北方人 你看他很那个 很 你知道什么 很敞亮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能装 装 哦 是不是 那个装就是 我必须要面子 我就必须让大家觉得我很 很闷 很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或者是 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我要必须让大家觉得我很有钱 然后能说 来我请客 我花钱 就是这种 但是 这个来南方之后呢 大家就是AA 就是你花你的 我花我的 是刚开始 北方人来的时候 觉得你们这个也要算吗 我觉得有一点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样很好 你就不用觉得 什么这次他花了很多钱 然后下次我一定要带请他回去 你就不要花了更多 对 还是你比较小 说人家请我吃饭了 我也要请他吃饭 你还要想这个东西 我就更累 其实我们就直接的AA 好像挺好 我们前面说到哪儿来着 他说到就是南北婚嫁的差异 我是要说这个来着 小兔是卡了吗 没有 开小差 南北婚嫁有什么呢 我没有经验呀 早晚上婚嫁呀 对 婚嫁北方是晚上婚宴 哦 不是说错了 说错了 是中午婚宴 中午婚宴 晚上婚宴据说是二婚 南方也是 中午啊 没有 很多都是晚上 安徽就是晚上呀 河北呀 安徽呀 就是晚上呀 然后我在那个 在杭州这边参加的婚宴 也都是晚上呀 我们那好像是中午 我忘了 好像是中午 对我们那是中午 但是我姐夫那边 就是苏北 就江苏的北边 好像是晚上 好像每个地方会有点不一样 有的地方他是说 凌晨十二点以后 那个时候大 那时候大早上还是晚上 就是凌晨十二点 那个时候去接行 半夜 半夜接行 也有吧 那就不知道 那这个放下南北差异吧 这应该叫地区差异 嗯 那就那你就没什么差异 对没啥差异 我们要聊 只能翻不同地区了 你这个南北 没办法完全划算 嗯 好吧 那就不了解了 那到下一个吧 反正刚刚八卦也超时了 因为你要聊的是说什么选男女朋友的那个想法呀 或者是家长对这个的观念呢 而直接真的是聊结婚当天那天的事吗 哦不是也不是当天啦 就是可能会有就是这种习俗 比如说彩礼啊那些东西 啊对比如说彩礼啊也可以 嗯 哎这个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送 彩礼我不清楚啊 因为没结过婚不知道 那个但是那个就是就叫叫随份子这一块 就北方就随份子就比如说也就200块钱 就是正常的这种交往就200块钱这样子 然后但是在200块钱在南方是拿不出手了 啊我是相反的耶 嗯 相反的 在北方如果是我的话 我如果是我的那个同学或者朋友 我会就是一般的会给500 但是如果是很好的朋友就是1000这样 我觉得还挺多的 但是来到南方来到广州这以后 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结婚 他是我的那个一个小领导 我的领导 所以呢我就本来是想给他啊 比如说800呀1000 但是因为我要和其他的同事一样嘛 然后他们说啊太多了 他就说给那个给100 200就可以了 我说然后我说哎呀是不是不太好啊 给这么少 他说但这里都是这样的 就都给很多 然后有一天我的朋友也去结婚 就很好的朋友 我就给他1000 然后他就非要把那个钱还给我 然后他也是很好很好 但他的别的朋友也就是给了 好像200 300 100这样 然后呢我就觉得很不一样的 来这边是反而是更少的 我觉得这样很好少一点 那中部的呢那那那浙江这边可多了 我说我的感觉就是嗯我感觉呃可能跟这个带就是这个每每个叫什么地域吧这个应应估计也是地域差异因为浙江这边给的是多的浙江这边1000都算少的感觉 不是就是说就是说就是他们这边杭州这边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绍兴啊或者是那头可能他们赚的比较多吧 我觉得可能跟就是人还有他的这个群体有关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这一辈到到我这的话就是我跟可能跟Ember那个差不多就是如果是同龄然后关系还不错的基本上在500到1000就是看就会看什么呢就是看我跟他的亲密度还有就是呃可能一圈的朋友他们就是会商量嘛给多少或者是就是呃 比如说他之前随过我的礼然后我这次还礼这样就是会有个综合的考量在500到1000但是如果是在家里是在老家里像我爸爸妈妈他们亲戚朋友之间的话就不会这么多可能就是200起步200到500然后也分什么事如果是嗯做一些小的小的什么办酒席的话可能就200然后大一点像婚宴的话 可能会多一点那肯定是就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地方你给就好了哦那肯定是这家地方差异了那杭州这边是比较高的嗯还有过年给红包的那个事就是在他们大家都说在这边红包就是5块10块啊有吗这么少吗是的然后他在北方就是家长给什么100啊和100的那种就是100啊这个应该地方 南美差异过年很很明显的过年很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三十二晚上半夜一定要包饺子的一定是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啊是吗我喜欢吃 我去北方过年 敲钟声的那个时候吃饺子就晚上大概下午比如说下午是三点钟左右吃年夜饭然后吃完年夜饭之后就开始就是开始熟识这个饺子的事然后看春晚嘛就是边看春晚边包饺子 然后到了那个快敲钟声的时候饺子基本煮好了然后就开始就只有韭菜鸡蛋馅的还偏偏不吃肉的就很神奇哦这个我特别喜欢那确实有差异就是南方是什么南方就是会不太吃饺子会包馄饨就是大年三十就是春节的前一天中午吃馄饨然后年夜饭的话会吃的比较丰盛然后大年初一就是春节 第一天中午一天中午也会吃馄饨但我们就吃馄饨不吃饺子嗯嗯饺子就是皮比较厚一点然后馄饨就是皮比较薄的饺子比较大也不一样我们的馄饨包的是元宝就是不是馄饨对对对 馄吞 馄吞然后对形状不一样馄吞就是包的像个小元宝然后饺子饺子也是元宝呀 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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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饺 对吧 你们年夜饭是正常的点 我们到晚上呢 对啊 就是你们正常晚饭的点吃年夜饭 我们年夜饭是在下午两三点钟 我们可能比正常的晚饭 稍微早一两个小时 就五六点左右 因为就是吃完了 不是不是不是 等一下 纠正一下你的说法 晚饭时间对我来说 五六点是正点好吗 我是说我们平时家里的话 可能要到七点 七点左右吃晚饭 但是明夜饭的话会早一点 安波你几点吃晚饭 六七八九十 六七八 我现在是已经尽量的往前一点 就是我觉得六七八 我就已经过得非常好了 要不以前就太老了 嗯是 你午饭什么时候吃啊 我现在也是很好 就是十二点到两点中间 要从十一点 啊 你这么早 没问题 学校正常十一点半吃饭呀 那呀我都以为我很早了呢 好吧 然后晚饭我一般是五点钟吃饭左右 五点钟吃饭要 在家也是 不仅仅是学校 学校因为是食堂比较规范的这个点时间 但是在家也也是这个点 好吧 我就想到说西班牙吃饭会比较晚嘛 午饭一般到两三点吃 然后晚饭要到九点左右 但是中国没有规律 不是他们那个跟这个日落的时间是有关的呀 他们晚饭其实很好日落嘛 我知道 我是说就是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个大概的统一的吃饭的时间点 然后你看像中国我们仨儿这个吃饭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就记得在欧洲的话第一次就是下飞机 当时已经我那个飞机延延时了一个半小时 哦不是不不止一个半小时说错了啊 就是本来正常好像是晚上就应该下午六点钟左右到的 结果变成了九点半到 然后当我九点半下飞机的时候天大亮的震惊 我就以为天黑了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发现十点多才天黑 然后吃饭完全就是晚上十点多吃晚饭 我的天哪 怪不得他们有下午茶 好的 我们那这个话题是不是就过了 没有我还想到一个 我还想到一个 就是我在这边我跟那个广东的朋友聊天 我发现就是因为广东有那个很多市嘛 比如说广州市是比较大的 然后下面还有那些比较小的市 县级市 对我们叫县级市 就是有一点比较小的市或者小的地方 但是呢那些朋友 但是他们大学毕业以后都是来广州工作嘛 广州城市大一点 然后呢他们的很多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让他们说最后结婚的时候 都希望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比较小的那个地方去结婚 就是连在广州他的爸爸妈妈都觉得太远了 明明开车也就几个小时 我就觉得太震惊了吧 然后更不能让他们去嫁到别的省 比如说嫁到那个北方啊 他们觉得太远了 我就觉得怎么可以怎么会 就是广州离他家明明就不远啊 怎么就也来广州也不同意呢 而且广州明明就是他的城市啊 哎这有点像哎 这个浙江这边也是 就是说 说在本地是孝子 然后到杭州可能就是也也勉强算孝 出了出了浙江省就不孝 对对对 他就说那个本地 我我我以为的本地就是广东省 是本地但是他们就爱广州市都不算他们本地 就是他们那个地方是广 最好在那个村在那个街道 在那个小区 我在想哎这个好像有点 嗯这浙江这边也这样 怎么会这么想呢 但是你看原来北方不这么想 我以为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 没有北方人出来的多哎 可能因为北方他本身那个 什么机会也不是很多 就大家是必须得出来 所以从你俩就能看出来 就是从那么北方到这么南方 对所以我比如说 没有是这样就是他要在比如说在本 一般情况下好像是在就是像我同学啊 就是比如说读大学要在本地读的话 基本就不出来了 但是在大学在外地读的基本就不回来了 不回去了 对就不回不回了 回去的也有回但是少很少 就是基本是一般情况下好像都是你在哪读大学 就是在哪工作 这个比较多 我不是 我是在北方读大学 厉害 很有勇气 好的那这个话题就结束了 给你